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午 晚上都要好好问问自己这个问题 我们的生和死是同一件事 不能由此而无比 可笑的是 面对死亡 人们是如何的伤心悲痛 对于出生却是何等欢欣快乐 这是愚痴的 我认为 如果你真的要哭 最好是在一个人出生的时候哭 为根源而哭 因为如果没有生就不会有死 这点你能了解吗 四是紧紧地挨着呼吸的 身体 呼吸 诸行 和和事物 有违法 都不属于我们 它们会随顺自己的自然法则 我们对身体的现象 一点办法也没有 我们可以使它漂亮一点 暂时看起来动人且洁净 如同磨口红 牛仙长指甲的少女一样 可是 一旦上了年纪时 任何人都一样 这就是身体的现象 我们无法使它做任何改变 但是 我们所能提升和美化的 就是这颗心 有些人从出生到死亡 从来没有一次 觉察到自己的呼吸 在他们的身体里进出 他们活得跟自己如此的遥远 你说你太忙 没时间残坐 那你有时间呼吸吗 残坐就是你的呼吸 为什么你有时间呼吸 而没时间残坐呢 呼吸对人们的生命而言 是非常重要的 如果你是法的修习 对你的生命而言 非常重要的话 那么你就会觉得呼吸和休息法 是同等重要的 对你的生命而言 感谢观看 对你的生命而言 感谢观看 什么是法 无一不是 首先 你会以你的思想来理解法 如果你开始了解法 就会去实践法 如果你实践法 就会开始见到法 而当你见到法时 你就是法了 而且 你拥有佛陀的喜悦 如果你正念的话 一切都会是法的 当我们看到动物 在逃避危险时 我们会了解 其实它们就跟我们一样 也会懂得逃避痛苦 寻求快乐 它们也会恐惧 它们对生命的恐惧 就跟我们的一样 一旦我们如实来看时 我们会了解 其实所有的生物 跟我们并无两样 我们同是生老病和死的朋友 感谢观看 只有一部书值得一读 那就是心 心原本是平静的 一离开这个平静 焦虑和烦恼便会立即升起 如果我们能测见和了知这个烦恼 那么心便能再次回复平静 佛教是新的宗教 如此而已 为了长长心 而修行的人 就是修习佛法的人 用你的心来听吻佛法 而不是用你的耳朵 佛陀说 无论他人有多善良或多邪恶 都只管衡量自己 而别去评论他人 佛陀仅是指点出方法 他说 真理就是如此 当下 当下我们的心是否也是如此 无常 无常 如果你明白 一切事物都是无常 一切事物都是无常时 你的思想就会逐渐地释怀 你就不须想得太多了 不论任何念头 何时升起 你只需说 哦 又来了一个 如此而已 你只会逐渐地释怀 任何忽略无常的言论 绝非胜者的言语 诸行 随着他们的自然法则运行 不论我们哭或笑 他们能就义无反顾地 旅行他们的法则 然而 没有任何科学的知识 能够阻止这个事物的自然过程 也许你会去牙科 看你的牙齿 可是 即使诊治了他们 他们终究会履行自然的法则 最后 连牙医自己 都会有同样的问题 一切事物 终究都会毁坏 善行 带来善果 恶行带来恶果 不要期待天神来帮助你 或天使和护法神来保护你 或皇到即日的协助 这些都不是真的 不要去相信他们 如果你相信他们的话 你就会痛苦 你将永远在期待好日子 好月份 好年头 天使 或护法神 如此一来 您只会受苦而已 往你的行为和言语里看 往自己的业里看 为善 会带来善 为恶 就会带来恶 当你作恶事时 是没有任何地方可以躲藏的 就算别人没看见 你势必看得到你自己 即使躲入山洞里 你仍然找得到自己 没有任何方法可以让你作恶 还可以逃脱 同样的道理 你为何看不到自己的亲近呢 你要看到这一切 平静 烦扰 解脱 束缚 你们得自己看清这一切 残座 休息 我到处跑 只为寻找 休息禅坐的地方 我并没有觉察到 它已经在那儿了 我的心中 所有的禅坐 就在当下你的内心 当下的你 内心里就有生 老 病 和死的存在 我四处追寻 直到几乎筋疲力竭而死 直到那一刻 当我停下来时 才发觉 我一直在寻求的 就在自己的心中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不要去执着 残座中的幻象和光芒 别随它们一起起落 光芒有什么了不起 我的手电筒就有了 它无法免除我们的苦啊 当你在做残的时候 对每一个前来的念头说 这不干我的事 自然而成为 禅坐是关于心和心的感觉 而不是一件必须追求和挣扎的东西 呼吸在工作时仍然会造成运作 自然自会照料其过程 我们唯一要做的就是觉知 并且向内去清楚地关照 禅坐就是如此 切记你不是为了得道而禅坐 而是为了舍弃 我们不是以欲望来禅坐 而是以放下 如果你想要任何东西 你永远也找不到的 一旦你了解无我时 那么生命的重担便消失了 你会和世界和平共处 当我们看透自我时 就不会再去执着快乐 而且能真正地快乐 学习以不挣扎来放下 单纯地放下 还原你的本人 没有握持 没有执着 坦然自在 我说的 5分钟 2分钟 3分钟 都不挣扎来放下 2分钟 4分钟 但是希望呢 好 我们一起出达 半个小时内 就可以找到那个加油站 我们就一起出达 所有的身体都是由地、水、火、风 四大元素所组成 当它们聚集而成身体时 我们就称它是女的、男的 并给它命名等等 以便使彼此更容易确认 但事实上并没有任何人存有 有的只是地、水、火、风而已 所以别过度兴奋或被它所迷惑 如果你真正地往内仔细看的话 你将找不到任何人存在 平静 什么是平静 什么是烦恼 平静就是烦恼止息 如果你放下一点点 就会拥有些微的平静 如果你放下的很多 就会拥有很多平静 如果你完全放下 你就会拥有完整的平静 不论是旅行或住在一个地方 都要知道什么是善 什么是恶 你是无法在山里或洞穴中找到平静的 即使你走到佛陀觉悟的地方 也无法更接近真理 也无法更接近真理 我们想走异形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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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要等到智慧成熟 你在修行中 至少要痛哭三次 他不明昴 在第三场寺 是没有纺行了 我们想走异形岛 让我们封יה然 这是我的sek演 我也要停留 唯分 有很多 sabe 地转雑 相信新闻 我或令 Sca 实际上快乐是痛苦的伪装 可是在这种细微的形态里 你看不见它 如果你执着快乐 就如同执着痛苦一样 但是你并没有察觉到 当你执取快乐时 要丢弃它本有的苦性是不可能的 它们是如此的不可分离 因此佛陀教导我们要认识苦 将苦视为快乐里所具有的伤害 视它们为平等的 因此小心 当快乐升起时 不要得意忘形 当痛苦升起时 不要沮丧 别让自己迷失在其中 是它们同具有同等的价值 也会有相应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因为欲望 所以爱与恨都是苦 欲求是苦 不想要也是苦 纵使你得到你所想要的 仍然是苦 因为一旦你拥有它 你便活在怕失去它的恐惧中 在恐惧中 你又如何能快乐地生活呢 生命电视 邀您一起传播佛法 慈悲愿行 让佛陀教法远播全球 护持画播账号 1996-5232 1996-5232 护明生命文化基金会 警察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